今天应该蛮多人讲川普的 不过因为我们上次讲的东西实在太准了 所以我们先把川普放在后面 先来讲一下我们上次实在准到吓死人的东西 今天所有人都想问我川普的事情 但是我遇到每一个人都想先回答 为什么IP这么强 那么我们就来讲吧 上礼拜我们就做了一个计划 邀请全部所有的观众 如果你的资金在1000到3000万的 那我们希望你拟定一个 今年晋升为亿万身家的计划 当然这个计划是属于你自己的 所以跟川普没有关系 那不管谁当选 我希望你都能够晋升为亿万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的成功或失败 会是在别人手上 那我们就先来讲几个概念 我的概念点是先从世心课外出发的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底背离 它标准到什么程度呢 它标准到这绝对可以写在教科书上面 绝对可以百分之一百 那在我们的价格行为里面 有一个空方转多方的趋势 中间需要经过一次打底 但是打底的过程里面 它会有一个经典的双底 或者是假跌破的破底翻 判断破底翻的过程当中 常常会用到的一个方式叫背离 那么我们就举这个例子来讲 以世心KY的月级别来看 那当时从800走向4600的过程当中 对不对 好那走向4600的过程当中 从中间也甩过很多次 那甩过很多次的原因在哪边呢 就是在这里嘛 我记得这里是几根 有点忘记了 记不记得 这边大概 我记得是7根跌停吧 好像是7根嘛 有没有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 然后实体的又杀了两根嘛 大概7到8根跌停 是从1000杀到300多 后来这张股票就一路北上 杀完了以后 把筹码洗干净 成为股王 那当时这里为什么杀 还记不记得 还记得吗 因为当时市场上谣传 有一种说法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川普 川普要当总统 要修理中国 修理中国 那手上有中国客户的 就被点名了 所以国内就有很多的网红 财经的大咖 写了一大堆 影射4星KY死定了的 类似的说法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当年 一堆人 拿着棒子打4星KY 说他死定了 还有人说什么 客户是不是有解放军 什么讲一堆狗屁 什么我不知道 反正你就记得 那吓死人的东西呢 就让一堆人把股票砍在400块 结果这次股票后来涨到4000块 好不好笑 蛮好笑的吧 你不觉得 这个世界真的太有趣了吗 川普又回来了 又是4星KY 再一次出现 有机会让大家发达的时候 那我再继续讲 那个时候就是从这附近 这个地方 那我们熟悉我的逻辑的 或者应该不是说我的逻辑 知道倒是理论的 你大概就了解 就自从你出现第一根日落以后 你的行情就结束了 因为你是月级别 不是日线 所以没什么好讲的 你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你每个月的高点 都会受到上一个月的压制 对不对 那我们上礼拜开始跟各位讲 奇迹出现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个月没有嘛 所以准备日出了 对不对 如果你一旦日出了 我们来搭配几件事 那月线既然不日出 就表示每一次的高点 都比上一次低 这一次是不是比这次低 这一次是不是比这次低 而且你反弹的过程中 一定破底嘛 对不对 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每破一次底 它的指标都比上次高 它再破一次底 指标还是比上次高 简单的来讲 目前的日线级别的MACD 已经在零轴这边 零轴什么意思 你假设你在这地方翻阳 不是翻成多方 叫跌升反弹 如果你在这里翻阳 叫做什么 打底完成 因为你回到零轴的上方 你翻多你就是多头了 你回到零轴你就多头了 就像这里有没有 你这里就走多了 所以这个概念出来了以后 我就讲一件事情 你看它当时从2450 涨到3000块 我们搭配一个概念 台股如果走到25000 未来挑战3万点 那台湾股王的历史记录是6000块 是不是需要去挑战 对不对 你不能说指数挑战3万 挑战4万 股王一直不挑战 那第二个重点是 因为在IP已经成功了 不是没有成功 成功的案例就是创意 对不对 它已经上来了 它已经上来 季先是翻阳的 那短期上我们的绩效会在这里 对不对 M3E是 初期以来的往上走 所以我上礼拜跟你讲 接下来就只有一个一号人物 全市场都在等待的一号人物 很简单 就是66了 没了就是它 对不对 价格最低嘛 最新的IP 市场上最喜欢 又可以带四只小鸡 对吧 所以今天我们来讲一件事情 很多人说今天涨停板加速很多 但是涨停板 却跟上个礼拜有很大的不同 那如果说你纯粹只有拉神盾的话 我觉得号召力不强 但如果IP的领头羊 能够把整个股价往上翻 神盾的价值才会真正显现 因为就是低 人家几千块 人家什么两三千四千五千 对不对 你才七八十一两百 好那我们就看到他们家族 四根涨停 我话就先讲到这边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缺口的问题 它会变成一个导状反转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就先来看这里是不是导状反转 对不对 这里一样有左缺右口 那理论上来讲 只要这个缺口不上去补 下来就是导状反转 但同样的道理 你也可能变成成星 成星也是导状反转的一种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变成夜星 那是导状反转 成星也是导状反转其中之一种 对于这个成星来讲 他也是左缺右口 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 你后面有一个棋子结算 今天大盘不敢拉很正常 不要什么事情都推给川普 对吧 结算在礼拜三 第二个能够带动他 当然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法说在礼拜四 谁要今天拉 如果今天走这个逻辑 我们看到12345 这里也一样12345 你万一台积电法说完了 他这个成星是往上跳 你这个行情不是整个就落空了吗 对不对 对指数的观点尚且难分难解 但是对于个股早就已经定了输赢了 因为我刚刚在讲的是台积电 但是会赚钱的股票 他不会等台积电 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说过了 今天的涨停虽然多 但是跟礼拜四礼拜五根本就不一样 换一批的 你难道没有发现设备股根本就不强吗 所以我们当时有跟大家讲过 我说得非常清楚 涨到第五根 我会出给你看 如今看起来对还是错 我说涨到第五根的要出 如今看起来的对还是错 这第五根 在这边出对还是错 出在这里 对吧 蛮多的 出在这里 对还是错 对吧 所以我们上次跟各位讲 拉到第五根的时候 出设备出机器人 你先跟我讲这对还是错 如果你今天做到了这件事情 那你真该感谢这一切 对不对 包括结算 包括缺口 倒撞 川普 国际情势 CPI 提前要降息 导致于获利了结卖盘出来 拉回 倒撞 大跌 因为你在高档已经跟他说再见了 但注意一件事情 你高档出了 你手上就有钱了 对不对 有钱是不是就要买进 所以当你换了股票 接下来就出现几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概念 这张股票叫做陈寗店 7月9号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7月9号是哪一天 7月9号往前回属 当然是这里 12345 对不对 那我们就大盘的逻辑来讲 12345 很清楚 是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这一根十字线 那你当时在这根十字线的时候 你在盘中是杀下来的 对不对 然后第二天反弹 第二天反弹 那当然我们看到礼拜四的时候 是直接攻上去 很多人追在这一天 结果礼拜五开低 傻眼 套债高点 事实上根本没有套债高点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所谓的套债高点是 下一波真正要涨的股票 它出现的卖压 它表现出来的是所谓的上影线 是吧 而这个上影线就预告 如果这个上影线隔天是开高的 代表当中客走了以后 十买盘进场 今天的神明点再创新高 这说明了一件事叫做什么 涨停板虽然多 涨停板虽然多 如果你上个礼拜没有跟我们一样换过一轮 今天涨停板没你的份 对吧 如果你现在还把 还在停留在上一次那一波设备 对吧 所以我就跟你讲 股票做最好做那五根就好了 这是证明我讲的没错 做那最好做那五根 好那我再举个例子 上个礼拜五 什么样的股票 在开地之后继续供 然后供不上去留上影线 那不就是欲邦吗 被动员间那几只 被动员间那几只都没有供上去 那你说上影线代表什么意义 很简单吗 今天跳空涨停了 是不是拉过去 所以我告诉各位就是 现在的旁情是这样子 指数上面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压力 跟所有国际上面的一些新闻 所造成的综合影响 让很多投资人失去信心 失去信心就会表现在股票上面 常常出现上影线 可是这个上影线就代表什么 筹码越来越干净 很多人听不懂 上影线是代表筹码混乱吧 怎么会是干净呢 错 如果那个上影线过不了高点 代表筹码混乱 如果上影线的隔天收盘价越来越高 怎么会是混乱呢 代表大部分的人卖错了 你一定就是被洗掉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 就是在讲一件事情 行情已经诞生了 只是很多人还看不清楚 指数在后面 因为有台积电的关系 但这一轮的股票已经在攻了 比方说我们来看到今天新复发创新高 你只看到创新高 投资朋友们看一下 这个上影线不是留在上周吗 对吧 那你今天留 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啊 因为你一直创新高啊 这个部分我们在上周就跟各位说过了 营建股它是最不怕国际情势的嘛 国际如果混乱的话 大家回来台湾 钱回来台湾一定就是买房子嘛 对不对 所以未来三年国际越乱 冲突越高 我看台湾营建股越有利 对不对 冲突越高啊 你们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反正四年前都试过了 就那样子啊也没怎样 那大家就钱回来台湾嘛 那就对 营建最后就这样嘛 金城就是上个礼拜的上影线 这一根非常的漂亮 洗盘超帅 所以我超喜欢上影线 那因此的话 这里看到目前为止 你大概就知道了 就是说大盘维持在一个高档横向震荡 等待夜星跟晨星 对吧 但是个股呢 新一波的都涨了 但旧一波的呢 没人去解套 那这里就要再讲一次 所以真正的赢家要买在源头 你如果不是买在源头 你现在也蛮麻烦的啦 讲真的 比方说你这个怎么办 你打算怎么办 你如果不是买这两根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这一根还好啦 如果是这根就糟了 或是任何一根都危险 对不对 你打算怎么办 你打算怎么办 老师这是还有拉回要买呀 我知道拉回要买呀 但你可以在这边卖掉拉回再买嘛 对不对 你打算怎么办 如果是我 你看他这个很有趣哦 那个MAC有一个交叉嘛 但他交叉这个点 这一根穿下去的 他隔天不跌破 就在那边磨你 对不对 就在那边蹂躏你 死亡交叉才卖 卖到低点 高档去追也不给你几套 就在那边 上面折磨你 下面也折磨你 就在那边甩 赢家都是像我们一样 坐在那个起涨点 记住起涨点是最重要 好那我再给大家讲 就是今年今年下半年行情 一样看好 我觉得蛮好的 蛮棒的 现在新的行情 新的一轮股票都已经出来了 好中兴店 他们当然也带动了 今天有一些重店也做反攻 但我觉得最重要一定是神盾 神盾今天攻上涨停的时候 没有上礼拜就讲过了 花很多时间讲 我从四星KY拉回来 讲创意 跟你讲迪贝尼 再跟你讲M3已经大赚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四星KY 然后最有价值的一定是神盾家族 因为这个你最好操作 对不对 四星KY你说三千 两千多块三千块 这怎么说呢 一千万大概买三张 对吧 但是我觉得很多股票 你两百块的可以去买到更多 对不对 因为你有一千万嘛 买个三五十张 对不对 你配个二三十张 然后再另外配几支 IC折执翻上去 很OK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 先一倍再一倍再一倍 三次两倍的话 一亿多 就一千到两千嘛 两千到四千 四千到八千 第四档就破亿了 就是我们看一下那个神盾 好那今天收这样子 就是大致上就 也不见得一定要什么 涨停不涨停 我觉得不见得 因为你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你这个月级别就是一根 你这个月收在这里的话 就日出了 中继日出 如果能够搭配 因为他不是有 当时收购那个前瞻吗 如果能够搭配 新的项目进来 看到营收就更好 一定加温 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如你预料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这个背后怎么运作 说不定有人就希望 涨到半路上 才出现那个讯息 对不对 就跟那个时候 精益科一样 长了半天高 然后再给你新闻 这很难讲 也或者是说 新闻快要出来之前 有一些这个 比较熟悉产业的人 他先预料到 对吧 看价位做 强就是强 强就是强 没有那种什么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那个安国 安国当然另外一个 也是他们集团内 有并购的公司 对吧 然后今天也是站到近线 再来是安格 价格比较低 再来是新顶 新顶的话 这个缺口有守住 很标准的一个 底部起涨的一个走势 当然也带动了 领阳创新 今天就直接带了一个缺口 所以拉回来 基线果然是需要帮忙 需要把握的 那瑞宣 我们看到上个礼拜的 那个陪伴机器人 今天虽然尾盘震荡了一下 不过还是创新高的格局 先进光 这是苹果的概念 冲泰的话 这是机器人的视觉 那在高档横向盘旋了 四五天了 再来是东科 这扬升器 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手上的那一档股票 与此无关的都是小事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任何天大的事情 三年之后回头来看 都是小事 我认为 今天有非常多的人 在讲国际这个局势 我必须这么说 其实 选前的枪击案 我们台湾领先美国 很多年了 对吧 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数 今天所有能够涨上来的股票 都是已经预判 或是已经接受了这个结果 资金才打进来的 这句话没错吧 你说上个礼拜 四星块就转强了 今天续创新高 跟川普无关 但今天才能够转强 过新高的股票 一定都知道 明年总统的大卫 很可能美国是谁 那你知道这个 这个现象你还去买 就代表这个资金 它根本就不怕 出现什么改变 所以我才说价格最重要 那胜负已经出来了 不是吗 我们的股票 新的这一轮 我觉得我这次IP抓蛮准的 我们跟一直追踪IP的做法不一样 比方说我可以花三个月的时间 每天跟你追神盾 有意义吗 那表示你过去设备 完全没赚到 CPU你没赚到 那个散出情况你也没赚到 我们是把那些都做完了以后 回头来做IP 那才是价值 因为我知道它什么时候涨 认同我们的 我邀请你 这个计划继续 那有人跟我讲说 我200的可不可以挑战 我的心中目标 可以啊 柏林花进来 我们明天带你做进场 先计划广告 先计划广告 来看一下泰鼎 第四根开始震荡了嘛 对不对 好高际这边留了一个上影线 不过价格有创一个新高 那也是一样刚刚越过那个季线 所以现在很多股票是刚刚穿越季线 那当时穿越的样貌就跟哑光一样 对不对 就跟穿越的时候就跟哑光一样 所以这个月带动了很多的新股票 让当时的帽连 那大家看一下那个英雄的黎明 就刚刚出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在200出头 那我们看到后来在6月20号的时候 我们又这样帮各位抓到一次新的买点 6月26号 因为买点一定好几次 你第一次就是穿越的时候 第二次是你盘中在震荡拉回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6月26号有第二次 这第三次7月3号就是上礼拜 好那当然今天我们看到 一路帮各位追踪四个买点 然后今天有创一个新高 那我觉得涨到今天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都已经做了这么多次价差 现在大概就成本已经很低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复制帽连成功的经验 当然很多都是在季线附近 那今天我们看到有秦城 重新站回季线的上方 然后升级里面是宝瑞 因为他是股王 明天可能要挑战千元 他如果能够上千元的话 应该把升级再带动一次 不过升级股 其实不是所有股票都会涨 那这一次的话很多都是涨到跟医疗跟AI有关 所以今天再创新高 还有上一次的什么 再生三法 那这个部分的话 还有一些所谓的医疗用的显示器 这个当然也跟AI有一点点关系 天方能源是这一次 我们看到云豹在分盘交易的时候 帮市场上来做一个情绪上面的涨停板 但上一次的经验是12345 第五根就炸开了 那因为今天已经大概将近第四根了 明天不知道会不会震荡 那比较重要的是云豹出来以后 那是不是有卖压消化了再创新高的一个现象 其他的就是新的政策股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概念就是 全世界最重要的是 其实就是你的那一档股票 今天行情已经证明了 前一波的强势股都已经开始在进行震荡 很多都是在等台积电周四的法说 可是在与此同时 全新的股票却已经展开了 那很多都是所谓的低档的IP 或者是刚刚穿越季线的汽车转AI 与此无关 统统都是小事 我想希望跟全国的观众讲一件事 把你的重心跟你的专注力 集中在明天要买的股票上面 那一档股票攻上涨停 天下就是你的 趁着现在在震荡 买点就是在现在 当大势底定 结算完了 台积电法说也过了 你就只能够追高了 所以黄金的买点 周二周三 博力话进来 带你进场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慎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